回顧民國八二三年的410大遊行 被視為是臺灣教育改革的起點 因應當時的訴求 政院是在當年的九月快速成立了 造改審議委員會 由中研院長李遠哲來擔任召集人 提出造改重點優先項目 不過政策落實不盡理想 並沒有切合410訴求的核心理念 諸多學識也引發了批評 大人小孩一起上街 拉著布條往前行 民國八二三年4月10號 人本教育基金會等多個民團 發起大遊行訴求教育改革 所有的主管教育機關的 行政機關的人員 他們知道有這麼多人 在乎我們的教育品質 挨出連主義到升學主義 哭管理主義 410遊行點出 當時從大學到幼教教育現場的弊病 民團成立的410教改聯盟 提出四大訴求 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 推動教育現代化 制定教育基本法 教育基本法真的是走在 當年那個時代的前頭 教育基本法的內容 就是要特別要談說 學生才是學習的主體 這個很重要 尤其對於我們過去的 黨國教育等等的 這是真正根本的問題 因應410運動訴求 當年9月行政院快速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擔任教改召集人 提出教改的八大重點優先項目 接著聯考廢除九年一貫實施 教科書一綱多本 但聯考沒了還有基策學策和指考 一綱多本實施前期造成混亂 廣社大學造成學歷貶值缺失引來批評 30年了檢討不斷 經過30年台灣的教育改革 跟教育政策不可能只繞在30年前的事情 但是他所提出來要去面對的教育環境的問題 我覺得是值得去思考的 比如說用很多考卷取代了我們該要有的好的對話的教學 人們認為不需停留在過去的某些事情 因為不同年代有要面對的挑戰 但學生是學習主體的核心並沒有改變 面對下階段的改革 就是掌握核心去思考新的挑戰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